欢迎老魏 结婚十年 结婚十年了 怎么越过越心寒了呀这日子 因为我是一个全职太太 我老公呢 他是在养家 但是他更多的时间呢 就是工作工作工作 回到家基本没有跟我沟通 我在家主要是负责带孩子 孩子是我一个人带的 家务也是我一个人做的 包括他的衣服 孩子的衣服 所有的那些打点都是我做的 但是我们两个人 很少说话的 为啥不说话呢 因为工作比较忙 基本上就是没有时间 在家里沟通 然后早上六点钟出去 然后晚上回到家 就八九点钟了 所以基本上就很少有时间 那你们俩会吵架吗 吵架倒不是经常吵 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说话 但是呢如果要说话 就会有很多爆发点 比如说有一次我闺蜜嘛 他一定要我去参加 他的生日会嘛 走的时候 我知道我老公不会做饭 也不会做菜 他什么都不会弄 我中午的时候呢 就把什么事都给他做完了 然后我走的时候 千丁株万顶主妇 结果回来 发现那些菜什么也没吃 还买了披萨饼 所以我当时就很难气嘛 我就问他嘛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当时是答应他 要不晚上的饭热了吃了 但是小孩子呢 又要想吃披萨 但是小孩子才三岁 他不能吃那种 添加剂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跟他两个生气 我就问他 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但是他根本就不想回答我 就是一个披萨而已嘛 但是他给我讲道理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接着给我讲 我就受不了了 但是是讲道理 讲道理到最后 他不想听我的呀 他就突然拿着包就走了呀 拿着包走了以后 我就追他呀 他在停车场 开了一个车 哗了哗了就跑了 我在后视镜 就像那个韩剧一样 就使劲追 根本就追不上啊 最后他就走了 我就蹲那儿哭啊 我是实在受不了 他不停地给我讲道理 那我就 李家出走 就逃离了 就先 但是到外面先去 他都走了五天呢 一个电话也没打 那我要回来 不是还是回这 你生气吗 不是你这五天去哪了 去外边留打留打 然后看成书啊 他回去坐一坐啊 因为这倒是世界很大 想走就走啊 其实我当时对他 李家出走 我很怀疑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 到最后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 他把他那个住宿的 宾馆的什么 给我看了 我其实有偷偷 打电话过去问 确实他住那儿 我才放心 因为我以为 他有别的什么事 我正有什么事啊 我在家里的 所有的存款 不都在他的卡上吗 对不对 那有什么事 不在心不在不在啊 我心也在啊 但是难以承受 他经常都是这样 能暴力我 行 就吃个披萨 不吃披萨嘛 有啥就闹成这样 你俩这十年来 谈过离婚吗 当然有啊 谈到孩子教育问题 现在我们住在那个地方 很多外国人 孩子要融入那个生活嘛 那经常要跟外国人 在一起玩 我想 希望他跟孩子 都教教英文 但是他总是说 他没空 没空没空 确实没空啊 你看你跟外国人 交流大约很好 我也希望这样 不是人家外国人 跟我们在一起玩 那么开心 我老是打手势也不行嘛 孩子 还有那个作业是不是 幼儿园那么多 你为什么就不能够帮我 五分钟都不能抽出时间吗 确实是没时间吧 你周一到周日 全部都是有 但当时你总是找了一个理由 到后面它发展到什么原因 他有一天我这么说他 他就把那个电脑 我们买了一个冬孜电脑 还没有用的三个月吧 那个是给孩子教英文的 他哗啦啪就给我扔地上了 扔掉了 扔掉了 后来我也很后悔 你当时跟我两个发那么大脾气 后来我当时也好气 我觉得他把我们家的财产都破坏了 所以我把我们家的音响也甩了 甩了之后我就跟他说 走 明镇进去 你每次都是要拿到明镇局来威胁我 那好吧 走嘛 我有车送你去 你怎么叫送我去 他又不下车 你希望能下车吗 我当然不希望他下车 他当时很杠 他非常杠 他说走啊 开车送你去行不行 走啊 他就给我 走啊 你不走 是不是 你是老总吗 然后我就跟他去了 去了以后 他怂的 他到明镇局 他翘这个手 你先下来 你下 我说你怕什么 那你下呀 他也不下 然后坐在那儿 我们就看那个树叶 树叶要掉了 还不下吗 还不下吗 等了两三个小时 他说还不下 你待会儿那什么交警来了 看我们停这不行 最后他又将我一军 我说好好走走 还是我软化 因为我是女人嘛 我说好吧 好吧 你赢了 你回吧 你不敢下以后 就不要再拿那什么 明镇局的事来威胁嘛 你们俩真是 好好过日子不得了吗 闹得什么呀 不都不想离吗 不是不想离 我在家太亲近了 他每天晚上九点钟回来 星期天 星期六月公司加班 我根本就是一个人在过嘛 对不对 孩子也是我在那儿教嘛 我教的那个水平 我能代替爸爸吗 你看我现在个性 像不像女汉子 我过去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我还不是挺温婉的 我现在好像个女汉子一样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也想为家里 照顾一下你们孩子啊 但是确实是 那个时间上 确实调配不过来啊 没办法 是真的那么忙吗 他真的很忙 他们公司那个业务啊 在全国各地 要他去检查工作什么的 你们这次为什么来这儿啊 来我们节目 想干嘛 我跟他俩不是 矛盾那么深吗 对不对 你也是老师 让我说什么什么 明镇局 是不是 我现在就是想跟老师们 讲讲我的苦 我这十年来 我也记了很多苦 特别这一两年 我带孩子 我也憋得够呛 我跟你 跟赵川 你讲讲 我也挺高兴啊 你跟他们讲吧 我老师讲讲 我也挺高兴 我在家憋得慌 就是 憋得慌 跑我们这儿来说 哎呀 您说这话 我心里憋得慌 你为什么陪夫人来啊 之前呢 也是尝试和他沟通 但是沟通不畅 每次沟通呢 我都是听他说 你们会出去玩什么的 旅行什么的吗 我们出去玩就更搞笑 他一年四季 就那么几天假 我呢 好想跟他去旅行 所以我们 那个去年五一的时候 我就把孩子带给父母嘛 我们俩就去 一说旅行就不要说了 一说旅行 我就是有旅行恐惧症啊 为什么 每次都是很多事情 你不要说每次了 我们就说那个 汕尾那次嘛 我们去汕尾 也不敢走远了 就五一就几天假 去了一个宾馆 一进去就好吵 我说这个房间不行了 我说得换一个 他就不高兴 他就换什么 现在这么紧张的 那个你为什么要换 他就冲我发脾气 当时我不想跟他两个吵 我就走了 我也没带电话了 没带手机 没带身份证 我一分钱也没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走了呀 你走了 你也跟我讲一下 你走一走 走两个小时啊 你明明就知道 你现在知道我 我走你没看见吗 我出门我就慢慢走 我其实是想让你来拉住我 你根本就没有拉我 我根本不知道你走了 你就装吧你 过来我就找他嘛 你不要再说你找我 你根本就没有找我 因为我出去的时候 我走到外面的时候 我走两个小时 那个潮汕那个地方 老师你知道吗 潮汕那地方说 潮汕话不是讲粤语的 人家那些都听不懂我讲粤语 所以的话 当时的时候 我还问了好久的人 那些什么的 结果我跑回宾馆 我一问前台 他已经不见了 去哪儿了 他把我的房子都退掉了 我在这里等了半个多小时 不见人 我以为他去找更合适的 我怎么可能 我没有钱 我没有身份证 怎么可能 到处找到 也没找到 但是我看到有一家酒店 有吃有喝 然后有环境又不错 然后又安静 好 在那里一问 他不在 那我就先坐在这里 我怎么可能在 我没有钱 因为他没有带手机 我也联系不上他 那你应该在远酒店不动啊 等了半个多小时 等你一个小时 他不来啊 我以为他又生气走了 那我在那瞎等啊 没有 我在外面哭啊 我不想当着你哭啊 后来怎么解决了 又是我忍气吞声 等人家交流吧 让人家接个手机 我还不是打他的手机 打完以后 他说他找到一个酒店 最后我过去 他帮我付低试费 见面那一刻 我隐忍了 我什么也没说 我还是笑脸相迎 什么都没发生 他也没说什么 我又忍了 所以我今天忍了那么多 我就是想跟嘉宾说一下 全职太太 也是那么好做的 我心里也很憋气啊 一肚子的火 但是我是被抛弃了 我当时真的觉得我抛弃了 我第一次吃善位 你嘴上没说 但是我走在那个海边 我心里有多苦 你知道吗 我觉得我就是被抛弃了 我要知道你在哪里 我肯定去找你去了 你吹吧 你们俩就这一次旅行吗 还有别的旅行吗 旅行 今年春节 今年春节的话呢 就更 我今年春节的那个 今年春节就是我们 接着吃善位于 这一家图宿 Female 屋市民的主义 坐着 得不允许 晚安 卖 等下 充装 而在这边 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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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也就笑了 我很高兴 但是虽然是这样开心 但是我那八天 我哭了八天 我哭了八天 我就那个 你就希望他关注你 对吧 我不是关注 他脑子一说话 就提高分贝 结果我现在 比你声音还要大 都是被你训练成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 我没法和他沟通 唯一沟通呢 他声音比我还大 都是跟你学的 我原来声音 多小声 对不对 就是为什么 一个温柔的女人 到你手里 就变成这样了 是吧 反思过吗 反思过啊 啥原因啊 我尝试和他沟通 他跟我讲道理 一个接约的道理 你招架不住啊 但是那个老师 我才跟你说 我结婚十年 还有我从我们 谈恋爱到现在 我告诉各位 我真的一朵鲜花 没收到 从来没过过生日 他也没过过 过生日给你 买了个蛋糕啊 你就别说了 他给你买了 四十根蜡烛啊 是今年好不好 四十根蜡烛啊 对啊 就是今年 今年他才给我 过一个生日 因为我是四十岁了 然后又是十周年的 那个结婚纪念日 不是挺好的吗 他说给我过个生日 我当时好开心嘛 你知道吗 我记得好浪漫 他说绝对让你浪漫 哇 我就在那儿 做美梦啊 我说啊好啊 什么什么的 有鲜花 有鲜酒什么的 结果我去了以后 半个这么点小 那个蜡烛 那个油 全部都滴上去了 之前不是 一直都没过过生日吗 现在这次 不是有个蛋糕吧 你听我说 我小孩 闹着要吃 我把那上面油 全扯了 就剩那么一点了 全给我小孩吃了 你觉得那么慢吗 我也不会浪漫啊 鲜花在哪里啊 你要礼物 鲜花的东西 太不实用了 我喜欢啊 你不知道在公园里面 偷偷地猜一个给我吗 不要去破坏公务嘛 你们俩这十年过前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每次沟通 我也觉得憋屈 他也觉得憋屈 今天沟通都怎么样觉得 今天我觉得 我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以前都没有说过 你今天可没说什么话呀 但是我敢于这样说了 以前都是你轻着 你当个轻重 轻着你能打瞌睡 行行行行 您今天处得快不快活 我怎么快活 还不太快活呢 因为他从来都没在家里 这么跟我讲过 这日子怎么过得挺好的 不是 但是我一个人在生活 我一天就是我一个人 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 我就是带孩子啊 一个人生活 都没人跟我说话 你孩子上幼儿园了吧 上啊 工作去吧 别在家里闹了 他不让我工作 工作了谁照顾家庭啊 家里那么多事情 他没什么花花肠子什么的吧 那我不知道 钱都在他那里 我有怎么花 没得花呀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挺幸福的一个 但是家里的女主人 又说不出来的苦痛 是吧 哎呀 好难受的 好委屈的 家里的男主人 也觉得特别委屈 是吧 我在挣钱养活家 我也没有什么 歪门邪道的这个心思 你怎么还不满意我 看看怎么办 一起进入 新养美容APP 丘比特奔券 方女士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跟我老公一样 都是做房地产的 是管理吗 还是 管理多少人呢 二三四个吧 那我觉得在事业上 也是很成功的 对不对 现在怎么着了 回家就管理一个娃 还有一个老公不听话 他也不是不听话 他就是不跟我交流 你明白吗 对 所以可算是把您给憋坏了 但是我听二位的交流 我感受到 您在做这个全职主妇的过程当中 做的也是非常优秀的 不要小瞧全职主妇 在2015年的时候 时代中刊 评了一位日本的全职主妇 为影响全球一百人 和他共同获奖的 还有奥巴马 普京 所以全职主妇 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 但是在中国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 全职主妇最担心的 就是三个字 被抛弃 我们这里不存在被抛弃啊 但我听到了三次你离他远去 第一次是从家里走的 走了五天 您喝喝咖啡啊 看看书啊 你是觉得没有走 但是在他的心里 就是有 对于我们来说 五天是很长的时间 我很难理解到 我的先生五天 跟我没有任何的讯息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不知道他是否安全 我不知道他是否 还要回到我的身边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 第二次 在异地 他出去了 您自个儿换了个酒店 他自己要出去 出去找更何事了 我都没有一分钱 我那时候电话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是在这里听到了 被抛弃三个字的 这是你的 我在这里看 我没什么都没有 在这里听到 你以后 没什么都没有 在那边 都没有 他 问人 现在 就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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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作为老师 我是觉得 您老公并不是一个 马上就能学会浪漫的人 那其实怎么样 能给自己最大的 安慰和满足感 其实就是降低 对对方的期望 只要看到他的改变 你要知道 他改变今天是一点点 但其实他已经 十分努力了 降低对对方的期待 互相降低 我们就会有越来越多 幸福感在里面 祝二位能够继续幸福下去 好 谢谢郑老师 来来来 有的时候 沉默比唠叨更有力量 因为你一句话 如果说十遍的话 他就成习惯了 但如果你这一句话 只说一遍 而且非常郑重其事 义正言辞地告诉他 那这句话 又对他有震慑力 好 同样想要治他的事 只做一次 因为第二次就没效果了 怎么治我 没治过他 我那次走 是因为他 他读我找不到酒店 我想你找 这不就是治他吗 没有啊 他读我找不到 我说我就要找一个 最后我找到了 好 那就类似这样的事 那就不叫治 这就跟他打赌 对对对 论对错的这样的事 只做一次 不做第二次 我们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 这个分寸感的话 那对方 我相信他也会有分寸感 总之我想表达是 其实在我看到的 您的先生 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问题之外 整体来说 对您是不错的 因为他是完完全全 依赖你 把这个家庭 全部依靠在你的身上的 真正有一天出问题 是他离不开你 不是你离不开他 明白吗 好的 谢谢莎娜老师 来 涂老师 我觉得你们俩根本不需要我们交 你们一点都会过得不比我们差 我们还未必有你们幸福 怎么就不浪漫了 八天在酒店 从初一过到初八 一下飞机 他就跟你哈喽 多浪漫 你要想想 有多少女人就在 跟自己的丈夫 同床共枕 去猜着他可能跟别的女人有一腿 你有这样的担忧吗 你虽然那八天你很难受 你满肚子的气 你就想着我下了飞机 我先替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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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去要想一想 我是不是很作 但是我真的会 从作的这个方面 检讨我自己 因为一个事情发生 肯定不是两个人的事 我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希望老公 你也给我时间 让我改变 我们都一起改变吧 不过你如果不改 我还是不会矩身的 我努力改变吧 好好好 来 请亮灯吧 行了 回吧 谢谢老妹 老婆你要回来啊 你回来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就在一起 谁让我们相遇 和我的彼此 我们一起相遇 我必须见你 我必须描你 他绝对是在家里 闲着没事干 把老公带来溜溜的 你知道吧 来 来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姐姐带着弟弟走 慢点啊 来 见证老板各位 请见证 老婆我第一次给你带婚件 带错了 不是这个 她咋不跪呢 你累不累啊 好 你起来吧 好 你起来吧 你起来吧 在爱里等着你 对你 忠习都装了你 在梦里全是你 不要再遲疑 谢谢老师 谢谢 谢谢图老师